Hello 大家好 哈利太太有一個免油做麵包的方法 今次試一下用新鮮的水果 將它變成果汁 放入麵團裡 其實都試過不少一次 每次的效果都不是那麼理想 最後這一次 終於試了一個 我覺得都不錯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用藍莓做免油壽司包 這個免油做麵包的方法非常簡單 亦都因為簡單 它會受著很多不同因素的影響 導致到麵包做出來成不成功 再用了牛油 然後量一下藍莓 將它放入攪拌機 不加任何水分 將它攪成糊狀 然後量出大約80克的藍莓糊 現在是一隻乾淨的大碗 放入高筋和低筋麵粉 你想一會兒攪拌的時候 沒有那麼辛苦 可以將它過篩 然後放糖 酵母 鹽 再加入剛才準備的藍莓糊 然後是水 現在將它攪拌成麵團 加上無鹽牛油之後 給點耐性 出點力 慢慢這個麵團就會成形 不過留意 因為它沒有搓油的程序 質地和平時你看到的麵團 會有分別 這一刻我們會進行第一次發酵 放進一個沒有開的焗爐 蓋濕布和旁邊放熱水 大約一個至一個半小時 它就會長大 包好它 放進雪櫃 第二天早上再處理 從雪櫃拿出來 讓它休息三十分鐘左右 沒有那麼凍冰冰 這樣就可以處理麵團 撒多一點手粉 然後把它移到工作桌 面油的麵團會比較黏手 有需要的時候 再用多一點手粉 我今天做小小的壽司包 將小麵團滾圓 可以用對摺再對摺的方法 有需要的時候 加多一點手粉 不過要適可而止 16個小麵團 將它滾成波波 就可以進行休息的程序 時間大約10分鐘左右 都會較多 現在把麵團的麵團 會變得鬆弛 將它重新降平 再滾成球狀 這就是這一份一 放入燻焙包 盡量把四隻角先放小麵團 然後慢慢放中間 這樣整盤手絲包的分佈就會平均很多 你看他們的大小都差不多 多些練習就不會有一大一小的情況出現 現在可以放入一個沒有開的焗爐 進行最後一次發酵 哈利太太的習慣是蓋濕布或噴水 旁邊放出煙的熱水 確保裡面的濕度和溫度 焗爐需要時間預熱 把這些麵團預早時間拿出來 我這次灑了一點高筋麵粉在上面 焗的時間是170度 10分鐘 再加150度 10分鐘 麵包出爐就好像太成績表 心情特別緊張 試一下麵包看看 顏色很美 質地很軟 還滲透著淡淡的藍莓果汁香味 這個面油做麵包的方法 麵粉的選擇是一個關鍵 哈利太太都試過很多失敗的經驗 如果你試過一次成功 請你下一次都用同一隻麵粉 今次這個面油果汁的手絲包 嗯 這成績表也不錯 多謝支持哈利太太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